最近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发了一篇关于歼三一的文章 这个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叫做中国的歼三一隐身战斗机是隐身飞机中的AK 由于受益目前全世界对歼三一这款飞机是非常低估的 当前我国已经确定装备的是歼三一的舰载机版本 也就是歼三五战斗机 一般来说舰载机需要考虑海上作战环境 所以在实际表现上比陆基战斗机是要差一点点的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歼三一本质上就是一个猴板的F35 尤其是在土耳其和韩国两个国家先后开发出来了自己的五代机之后 更让人们觉得歼三一战斗机的能力应当和这两者差不多 然后一个叫做布兰登G.威赤特的美国军事观察家 在最近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那就是中国的歼三一战斗机在常规性能上 可能不如美国的F35和F22 和中国的歼二零更是没法比 但是这个东西长得非常结实 且有着较大的空间容量 载荷能力超过大多数人想象 他之前参加了巴黎的航展 在那里仔细观察了歼三一隐身战斗机的模型 根据模型显示和之前中国展示的技术验证机相比 新的歼三一战机其机体更为粗壮 而且飞机续航能力更强 态势感知能力以及坚固度也更强 布兰特级威斯特相信中国正在将歼三一战斗机和后来的歼三五战斗机改造成一款适应性强 通用性强的战斗机 可能性能在五代机里面处于一个中游的水准 但这个东西量应该会很大 且具备维护简单 操作方便等一系列特点 没错 他说的这些特点 你换成步枪 那不就是AK-17吗 性能在顶级武器里面属于中等 而且皮是耐用 适应性强 量大管宝 尤其是适应性强这个特点 阻止一般国家装备隐身战斗机的核心原因 并非隐身战斗机本身的技术太难 毕竟造不出来 你可以买嘛 真正的问题是这玩意不好保养啊 冷了不行 热了不行 必须恒温机库才能行 恒温机库可不是随便一个国家就能搞得起的 如果歼三一真的如他所说 以皮是和与保养为核心脉截 那接下来会发生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想要购买隐身战斗机 但是被保养官卡住了的国家 他们的购买欲会增强 第二件事就是一些 虽然购买了F35战机 但是和美国政治绑定程度不够深的国家 也会购买歼三一战斗机 从而冲击美国隐身战斗机的海外出售市场 这样算的话 歼三一隐身战斗机的潜在买家可实在太多了 从巴基斯坦开始 然后是中东 北非甚至东南亚 都有可能购买中国的歼三一 在文章的最后 布兰登发出一个警告 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如果继续轻视中国的歼三一隐身战斗机 最后不管发生什么结果 都是有可能的